人类能穿越时空与时光旅行的想法 已是全球数百万人的想象之一 如果我们回顾一些历史事件 我们会发现许多文书曾经记载着时光旅行的证据 尼古拉 特斯拉显然也对时光旅行这事非常着迷 他说他已成功建造出一台时光机 并说道 我可以用它同时看到过去 现在和未来 当爱因斯坦在1905年发表他的相对论时 在学术界中引起了许多争论和质疑 例如 时光旅行到底有可能实现吗 根据爱丽西冯丹尼肯 圣经里甚至有着时光旅行的证据 他说 在圣经里 先知耶利米正和几位朋友聚在一起时 群里有位叫做亚比米勒的年轻男孩 当时耶利米对亚比米勒说 离开耶路撒冷 外头有座山 去那里采一些无花果给我们 男孩便去采新鲜的无花果 突然间 亚比米勒听到了一些噪音和风的声音 之后他便失去意识晕了过去 过了一段时间 他醒了 他也看到当时似乎已是晚上 当他回到社区时 他看到城里充满着奇奇怪怪的士兵 他便说道 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耶利米和其他人在哪里 一位老年人回答说那是62年前 这在圣经里所描述的 就是时光旅行的证据 如果我们看看在公元八世纪的摩河波罗多 瑞瓦塔被描述为前往天堂 会见造物主梵天 然后在数百年后再回到地球 在日本 普岛太郎传说描述着一位渔夫到了水下宫殿 去拜访海洋保护神 Origin的故事 而且他似乎只去了三天 当他回到渔村时 他才发现 他已经离开了那里有300年 也许这些神话启发了许多伟大的思想家 并且使他们想试图找出方法来 实现时光旅行 来自澳洲昆士兰大学的一个科学家团队 已经成功模拟了穿越时光光子的行为 并且表明说至少在量子的阶段 我们可以解决那传统的悖论 这悖论表示着时光旅行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使用光子 或是光颗粒 光研究者能模拟这些量子粒子回到过去 在对他们的行为做了一番研究后 研究人员能揭示 现代物理学异常方面的一些可能性 然而特斯拉似乎已在我们认知时光旅行之前 就已经开始研究时光旅行了 据报道 在1895年 特斯拉找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发现 研究显示时间与时空 都可以受到磁场的影响 据称 这想法开启了一连串的实验 也导致了臭名昭著的费城项目 大多人认为这只是场骗局 据我们所信 特斯拉曾经研究过时光旅行 并在研究途中发现了一些惊人的结果 他发现到利用磁场 时空屏障可以被改变 并通过创建一个木马来引导我们到不同的时空 然而 我们仍然不清楚 特斯拉是否实现到了这一点 因为我们找不到 任何证据来证明或反驳这事情的发生 我们唯一知道的是 根据一个在1895年的报告 有一位见证人 在一家小咖啡厅见到了特斯拉 当时的他看起来像是刚刚被某种东西吓到一样 他的助手说 特斯拉几差点触电 因为当时他正试图解决时光旅行这谜题 他差点失去性命 但特斯拉声称 他发现自己在一个完全不同时空的地方 当时他同时可以看到过去 现在和未来 但是他本人 仍然还在人造的磁场里 可惜的是 我们没找到任何证据来支持这些事件 但特斯拉肯定不是唯一想试图实现 时光旅行的科学家 谢谢观看地球旅客频道 喜欢的朋友请订阅与点赞 还有点击小铃铛 谢谢你们的支持